大家好,我是Dan 演员李俊尼尔是韩国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宣传大使 曾拍摄过名为我是北极熊的环保宣传影片 目前为止在IG介绍也写着 为了地球行动,为环保发生 但是前一阵子李俊尔热爱并经常打高尔夫球的消息传出后 就被网友们质疑,李俊尔是假装自己是环保主义者 引起了朴绿争议,形象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为了介绍高尔夫球场,需要砍掉大量的树木去铺成草地 不仅破坏伤态,对气候危机也造成威胁 但是在4月10号,李俊尔再次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了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4月10号,在高尔夫大使赛开幕活动的part3竞赛 李俊尔穿着白色球童服,并背着高尔夫球袋 佩戴绿色帽子和墨镜现身了 当天,李俊尔的表情看起来很严肃 也避开了记者们的提问 part3竞赛是在大使赛开幕前 参赛者在场内的9个part3洞进行比赛的活动 在这一天的活动中 参赛的选手们会让家人、恋人、朋友等担任球童 一起享受比赛 据了解,身为高尔夫球爱好者的李俊尔 与韩国排行最高的高尔夫球选手金俊尔 因在同一个教会的缘分而关系亲近 因此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当天,李俊尔也有亲自打球 虽然他首次开球时,球被打入水中 但之后他成功将球打上果领 并以标准感完成了该动的比赛 之后他也脱下帽子摆出了跑帽倾注的姿势 在最后比赛中表现出色的李俊尔 比赛后表情明显变得更加开朗 但可能由于最近的一些争议 李俊尔显得谨言慎行 面对记者们询问感想时 李俊尔表示 现在不方便回答 如有必要,可以询问所属公司 我们可以以书面的方式回答 一位记者表示 5月17号,在Netflix将公开李俊尔出演的新剧 他的新电影也开始进入拍摄了 一部作品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面对即将公开的主演作品时 应该尽量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议 但是李俊尔却忽视了粉丝们的担忧 和敏感的现状 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只做一件事吧 你这脸皮厚的像缠除一样的人 不管是做环保还是打高尔夫 只选一样来做 那就没有人会说什么 为什么要做出自相矛盾的事 从而招致批评呢 如果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应该会好好回答记者吧 不回答是因为知道会引起争议 利用绿色和平来获得好形象 但在引起争议的部分 则躲避记者的提问 上次韩索宇的事情也是 他觉得一直保持沉默事情就会过去 所以才这样行动的吧 明明是以形象做生意的艺人 这样做谁都会不喜欢你的 先删掉IG上的介绍吧 真的只知道XX而已 因为北极熊报道被骂得那么惨 现在脸上却洋洋得意 在高尔夫球场做球童 他的职业生涯应该很快就会结束的 别拍我是北极熊广告 去拍我是高尔夫球广告吧 就算我们再怎么不使用吸管 再怎么分类回收塑料有什么用 只要建造一个高尔夫球场 这一切就全都白费了 真的像笑话一样 一切都充满着矛盾 说不喜欢钱 却全额贷款买楼赚取数十亿 说要珍惜环境 却打高尔夫球 主张时间零废弃 却让经纪人去洗碗 面对恋爱争议自己选择沉默 自私自利的虚伪行为 简直是超级宇宙级的 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对于喜爱高尔夫球的人来说 能够参加大师赛 可能是其一生高尔夫生涯的光荣 不管被批评说虚伪或怎样 我还是觉得很羡慕 在这里留酸言 李俊妮一点也不会在意的 对于李俊妮的高尔夫球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代女团众 清唱实力非常好 但是常常被忽略的女团 就是像Mix 应该每个人都赞同实力非常好 而且在相关排行中 也一定会被提到 但是有些女团 实力真的非常好 但是常常会被遗漏 我们直接看看吧 Stacey Popper Kiss 大家有没有还想要推荐的宝藏女团呢 好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